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 放学回家后,我看到家里多了一对夫妻。 两人看起来大概都是三十多岁的样子, 女的虽然穿着富贵,脸上却没什么血色, 显得病奄奄的样子,看起来有点眼熟。 男的正一脸心疼地抱着她,眼里全是怜惜。 一见到我,那妇女的脸上就涌出了一抹喜色。 晨晨,你回来了。 你还记得我吗? 我是你姐姐呀,晨晨。 姐姐? 我终于想起了那段尘封已久的记忆。 十年前,我才四岁。 那年,爸妈出了车祸,双双去世。 本以为姐姐是我唯一的依靠。 没想到,在她眼里,我只是一个脱油瓶罢了。 在我出生前,爸妈闹过离婚,将手里的两套房子都过户给了姐姐。 后来他们和好如初,还生下了我。 这时候,他们想让姐姐把房子再过户给我一套, 姐姐却不愿意了。 你们当初过户给我那就是我的了, 别想从我这儿再拿回去, 无奈,为了给我一个好的成长条件, 爸妈更加早出晚归的工作, 这才出了意外。 意外发生后, 原本有些亲戚愿意替我爸妈收养我。 可是当他们发现家里的财产都在姐姐手上, 并且姐姐压根不愿意拿出来之后, 就都反悔了, 毕竟没有人愿意无偿替亲戚养孩子。 而姐姐, 当然也不会愿意养我。 她把我卖给了乡下的一户无儿无女的人家, 换了两千块钱。 拿着卖我的钱, 她欢天喜地地走了, 没在理会身后那个嚎啕大哭的我。 刚开始, 我的日子还算好过, 那对夫妇对我跟对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好。 可好景不长, 后来他们又生了一对龙凤胎, 我就成了他们的仆人, 每天要做好多家务和农活, 手上长满了老茧和洞窗。 终于, 我一病不起。 在一个下雪天, 他们把我赶出了家门, 让我自生自灭。 就是在那一天, 我被我现在的养父母收养了。 那对夫妇听闻后, 还找过来额了五千块钱, 说是买我的钱和他们之前养我的辛苦费。 我养父母也只是普通的农民, 五千块钱是他们半年的收成。 但为了我, 他们还是给了。 为了给我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 他们那时虽然刚新婚没多久, 却愣是没有要孩子, 只抚养我一人。 他们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爱,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他们是我人生中唯一的亲人。 至于姐姐, 在我心里, 她早已经是个死人了。 我厌恶地推开了姜婉的手, 我哪有什么姐姐? 大姐, 别乱认亲戚行吗? 而且, 我不叫陈陈, 我叫沈玉, 虽然不清楚她来的目的, 但我知道肯定没什么好事。 所以还是赶紧与她撇清关系为好。 姜婉的眼里一闪而过一丝愤怒, 继而又装出了一副受伤的样子, 眼底擒着泪。 好茶呀, 我服了。 奈何这招对某些人来说, 确实管用。 比如她老公。 她老公看起来心疼极了, 有些责备地看着我, 训斥道, 你这孩子怎么跟你姐姐说话呢? 你姐姐现在得了尿毒症, 受不得刺激, 原来如此。 怪不得她现在想起了我, 原来是尿毒症。 江婉勤着泪, 出声阻止。 阿琛, 妹妹她对我有怨言是正常的, 我不怪她, 你也别骂她了。 那男的怜惜地看着她, 叹了口气, 你呀, 一向这么心软, 两人这一唱一和的, 属实给我恶心坏了。 我冷笑出声, 真是恶心她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你俩别演了行吗? 生病了就去医院, 别来我家找不痛快, 那男的听完怒了。 医院要是有办法, 我们来找你干嘛, 我爸妈听到, 现在也听出了个一二, 脸色瞬间垮了下来。 我爸质问道, 你什么意思? 你们来找我女儿, 到底是想干什么? 那男的不以为意地说, 别那么紧张, 不是什么大事。 你女儿是婉婉唯一的近亲, 我来就是想让她给婉婉捐个肾。 放心, 专家说了, 人就算只有一个肾也能活。 再说了, 事成之后, 我还会给你们三万块钱, 就当营养费了。 你们不亏, 这话一出口, 我爸妈瞬间炸了。 两人气的眼眶通红, 你们赶紧给我滚。 这种鬼话, 你们也说得出口, 我给你三万, 你把你的肾捐给我下个酒吃行不行? 不要脸的玩意儿, 说着, 我妈拿起扫把, 就把他们往外面赶。 像在扫什么晦气东西似的。 城里来的有钱人, 哪能打得过常年下地干活的劳动人民。 三下五除二, 那两人就被我爸妈赶出了家门, 把他们扔出去的时候, 我爸还特意在那男人的屁股上踹了一脚, 把那男人踹了一个猎切, 然后关门, 上锁。 无论那二人在外面怎么骂, 都再也没有把他们放进来, 还以为他们是来接小玉去城里享福的, 没想到是想挖我们家小玉的肾, 黑心肝的狗东西。 以后他们来一次, 我打一次, 我上前牵着妈妈的手安慰道, 好了, 妈, 别因为那种人气坏了身子, 你们放心, 我是不可能给他捐肾的, 我不可能为了一个仇人而伤害自己的身体。 以德抱怨, 何以报德? 我人生中唯一的目标, 就是好好读书, 将来让爸妈过上好日子。 至于江碗的死活, 我丝毫不关心, 他得到如今的下场。 也算是他的报应, 见我如此清醒, 爸妈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我们真怕你一时上头被人骗了, 伤了自己的身体。 既然你都明白, 那我们就放心了, 我笑吟吟地硬着, 怎么可能? 我又不是傻子, 心里却明白, 将晚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现在病入膏肓, 我是他最大的希望, 他一定会救助我这个救命稻草不放的。 果然, 第二天, 我又见到了他们, 他们没敢再去我家, 而是直接追到了学校, 追到了我的班级里。 然后, 江碗当着全班同学和老师的面, 扑通一声, 朝着我跪了下来, 一边哭着, 一边求我, 妹妹, 你大人有大量, 你就就姐姐一命吧。 你小外甥女还不到五岁, 正是需要妈妈的年纪, 我实在舍不得抛下她呀。 妹妹, 看在死去的爸妈的份上, 你救救姐姐, 好不好。 你是个好学生, 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 对不对, 她老公路撑, 事实附和道, 沈玉, 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 你姐姐的命, 现在就把握在你手里, 你总不能真的眼睁睁地 看着她去死吧。 这样吧, 如果你肯答应, 我不但把之前说的三万块钱, 一分不少地给你, 你读书的费用, 也一块包了。 这总行了吧, 一边说着, 一边小心翼翼地将将碗扶了起来, 不得不说, 这两人道德绑架还真有一手, 可惜, 他们选错了人。 我做出一副同样可怜的样子, 哭道, 姐姐, 我求求你放过我行吗? 小时候, 你把我卖了, 换了两千块, 并独吞了爸妈留下的两套房产。 现在我好不容易长大了, 读到了初中, 你还想要我一颗肾? 姐姐, 你好狠的心, 还帮我读书的费用。 可是, 姐姐, 我要是连肾都没了一个, 我还读什么书? 我直接回家等死算了。 姐姐, 你给我留一条生路行不行? 算我求你了, 生泪俱下, 泪如泉涌, 比枝江碗的楚楚可怜, 更添了几分妻妾。 我的同学们都与我朝夕相处, 深知我的为人。 都是正义感十足的青少年, 当听我讲完事情的原委之后, 他们都站在了我这一边。 如果眼神能杀人, 那江碗和陆琛二人, 早就被一屋子义愤填膺的同学们, 杀了千百遍了。 同学们都对江碗和陆琛, 默默而视。 然后纷纷骂道, 真是天理昭昭, 报应不爽。 害忍者中害己, 捐身, 也好意思说。 要我说, 你姐这下场是最有应得, 她活该, 还想用自己女儿来道德绑架小玉给她捐身。 脑子被门踢了吧? 小玉被你卖掉的时候, 也才四岁, 跟你女儿一样大。 你当时怎么就没有心疼心疼她呀?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 直直地把这两人骂得抬不起头。 江碗委屈极了。 她的眼泪啪哒啪哒地流了下来, 缩在陆琛的怀里, 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我抱着胳膊, 像看笑话一样看着他们。 陆琛被我脸上的嘲讽激怒了。 沈玉, 你就是这么对自己姐姐的吗? 联合同学一起骂自己的姐姐, 见死不救, 你对得起自己在天之灵的父母吗? 我笑了, 她把我卖了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自己的父母? 现在自己快死了, 倒想起父母来了。 已听到死字, 江碗的哭声更加激烈。 陆琛眼睛顿时红了, 死死地盯着我不放, 眼底是滔天的怒火。 她冲着我怒吼, 见人。 你咒谁死呢? 她太阳学得清金爆起, 扬起手就要打我。 一开始, 班主任只是在讲台上静静地观望, 静静地看着我跟同学们对陆琛和江碗, 没有发表一句话。 可当陆琛要动手打我的时候, 她却像一阵风一样冲了过来。 在陆琛的巴掌要打下来的一瞬间, 抓住了她的手腕, 然后狠狠地甩到了一边。 我们班主任兼任我们的数学老师和体育老师, 身高一米九, 体型壮硕, 浑身上下都是肌肉。 对比之下, 身高不足一米七的陆琛 简直就是个小鸡字。 若不禁风, 不值一提。 班主任怒视着陆琛, 在我的班里想打我的学生。 我同意了吗? 陆琛肉眼可见的, 有些惧了。 她点了点脚尖, 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矮小。 我帮我老婆教训一下她的妹妹, 关你屁事。 我们自己家的家务事, 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手。 我在北京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还不至于怕你一个小小的乡村中学的老师, 班主任没理他, 转头问我, 沈玉, 他们是你的监护人吗? 我会议地摇了摇头, 不是班主任脸眉, 看向陆琛。 哦, 既然非亲非故, 你们来学校欺负未成年人, 就是故意伤害。 作为沈玉的班主任, 我自然有保护自己学生的义务, 所以如果我对你们动手是正当防卫, 你要试试吗? 说着, 她活动了一下筋骨, 看向陆琛的眼神多了几分杀气。 陆琛不自觉地打了个机灵, 算了, 算了, 也不急这一时半会儿。 你先讲课吧, 我们下节课再来, 说着, 陆琛就拉起江婉要走。 江婉虽然看陆琛这副畏畏缩缩的样子, 有些嫌弃, 但看得出来, 他对班主任也是有些害怕的, 所以陆琛乖乖被他扶着走了。 班主任冲着他们的背影, 冷冷说道, 下节课也是我的课。 你们还是下辈子再来吧。 他们走后, 班主任又恢复了之前乐呵呵的样子, 吩咐好同学们做练习题之后, 他把我叫到了他办公室。 班主任看我的眼神有些怜惜, 我以为, 班主任只是怕我因为那两人的骚扰而难过, 所以叫我过来开导我一下而已。 可那两人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所以具体以后怎么对付那两人, 还得靠我自己。 没想到, 班主任却问我, 小玉, 你想从根本上解决你姐姐的这个问题吗? 虽然有些惊讶, 但想了想, 班主任这么问肯定有她的道理。 于是我点了点头, 想, 我不想再被他们纠缠下去了。 老师, 你有什么办法吗? 班主任赞许地点了点头,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继续问道, 那你想不想用法律的武器 来捍卫自己的权利, 法律? 不得不说, 这个词对我有些陌生。 作为村子里的孩子, 我只从思想品德书上听说过法律这个词。 我只知道杀人, 放火要坐牢, 却从来没想过, 这个词能跟我扯上关系。 班主任唯唯道来, 民法典有规定, 有负担能力的兄, 姐, 对于父母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弟, 妹有抚养的义务。 你姐手握你父母留下的两套房产, 并且在你爸妈出车祸的时候, 已经成年, 是对你有抚养能力的。 她不但对你弃养, 而且将你卖掉, 既构成了一弃罪, 又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你告她的话, 她至少要承受五年的牢狱之灾, 我的眼睛顿时一亮。 原来, 还可以这样做吗? 可转念一想, 我又有些为难起来, 可是老师, 我家请不起律师, 听说律师费需要一大笔钱, 班主任轻轻笑了, 我可以帮你申请法律援助, 我有同学在市里的律所工作, 我找她说一声就可以, 困扰多时的问题, 一时竟然迎刃而解, 压在心头的大石终于落了下来。 我松了一口气, 然后忙跟班主任道谢, 谢谢老师, 那就麻烦您了, 班主任笑着点了点头。 周末我放学回家后, 又在家里看到了江婉和陆琛那两人, 此刻正高高在上地坐在我家椅子上, 双眼含笑, 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村长坐在他们身边, 正在劝我爸妈, 一副不容智慧的语气, 刚子, 翠平。 你们还是赶紧答应了吧, 现在你们答应捐, 还能拿到三万块。 如果现在不同意, 以后被逼着捐出来, 那可能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了, 我爸妈眼眶红红的, 敢怒不敢言。 我悄悄打开了班主任借我的备用手机, 打开了录音功能, 然后大步走了进去, 你们俩还敢来。 说不给你捐, 就不给你捐, 你们赶紧滚出去, 江婉却高傲地看了我一眼, 轻轻吃了一声, 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 村长却站了出来, 训斥我, 你这孩子, 怎么说话呢? 这二位可是我们村子里的贵人, 我宁了宁眉, 脸上嫌弃地要命, 贵人。 他们给你钱了? 给了你多少? 让你这么上赶着去 当他们的狗啊, 村长一甩袖子, 胡闹。 我咋可能会收钱, 嘴上这么说, 眼睛却到处瞟, 明显是心虚的表现。 他板着脸教训我, 人家江小姐和陆先生 是要来给我们村捐学校的, 是大善人。 沈玉, 你小时候上个学要走好几里地的山路, 你还记得吧? 只要咱们村里有了学校, 以后的小孩再也不用走那么远去上学了, 这是多大的好事啊。 哇,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已经是初中生了, 又没有弟弟妹妹。 他捐小学, 关我什么事? 凭什么要我的肾? 村长被我这副施不关己的样子, 噎得说不出话。 江婉却咯咯地笑了, 当然有关啊, 我捐学校也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 你得给我捐肾。 牺牲你一个肾, 换整个村的孩子的幸福, 你猜他们会不会答应, 不得不说, 他这一招确实是阴。 他这么做, 等于把我跟村民的利益 放在了对立面。 把我跟他的矛盾 转移成我跟村民的矛盾。 如果我不答应, 就等于损害了全村人的利益。 这招实在是高。 我扭头看向村长, 村长, 这也是你的意思, 村长自知理亏, 被我盯得有些害臊。 转而, 他低头说道, 沈玉, 你不能这么自私, 这事是关咱们全村的孩子。 你总不能为了自己考虑, 就不让咱们全村孩子上学吧。 我爸气红了眼, 终于忍不住骂道, 你不自私, 那你怎么不让自己儿子 捐肾给他, 村长却急了, 那怎么行? 我儿子以后还得娶媳妇呢? 再说了, 我儿子的肾又不匹配, 你女儿的跟人家匹配, 说完, 他似乎觉得自己的语气 有些过了。 又叹了一口气, 说了些软话, 刚子, 你也别怪书, 书这也是为了大家考虑。 我也不想小玉去捐肾, 可是这是关全村孩子上学的问题, 我不得不答应。 你也不想想, 村口的那段山路多危险。 但那是村里孩子上学的必经之路, 每次一到下雨天,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都心惊胆战的, 就怕孩子掉下去。 要是村里能建个小学, 那就是造福全村人的一件大事。 而且, 刚子, 专家说了, 一个健康的人, 就算只有一个肾, 也不会死。 就是不能干重活而已。 大不了, 以后小玉这孩子, 我们全村人一起养着他, 不让他干活就行, 毕竟他是我们全村的大恩人,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不愧是能当上村长的人, 这嘴皮子功夫真有一套。 我爸抬头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村长, 终于下定了决心, 既然这样, 那就捐我的肾吧。 小玉身子弱, 我年轻力壮, 我的肾肯定比她的更好用, 我妈的眼泪直接就下来了, 不行, 捐我的。 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 以后我们母女俩还得靠你吃饭呢, 捐我的, 姜婉的脸上闪过一丝闲物。 她皱了皱眉, 冷哼一声, 行了, 别吵了。 你俩就算想捐我还不要呢? 沈玉她年纪小, 她的肾自然更健康。 你俩的年纪都多大了? 干了半辈子农活, 你们的肾能比得过沈玉的。 再说了, 我跟沈玉的血型都是稀缺血型, 只有她的肾才跟我匹配。 你们俩别想了, 我爸妈还想说些什么, 被我拦下了。 村长淡淡地说, 刚子, 你们夫妻二人要有大局观, 为全村的孩子们考虑考虑, 否则, 你们考虑一下后果, 这已经是赤裸裸地警告了。 为防村长真的对我父母做些什么, 我终于妥协了, 我娟, 村长你别为难我爸妈。 村长和姜婉他们的脸上 顿时充满了喜色, 我顿了顿, 补充道, 不过, 你们得给我一周时间, 让我考完期末考试。 这可能是我待在学校的最后时光了, 我想给我的校园生活 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村长有些不以为意, 一个期末考试而已, 考不考有什么关系, 我反驳说, 你不让我考我就不捐了, 姜婉终于答应, 可以, 一周就一周, 你最好别给我耍什么花样, 这仨人走后, 世界终于清静了, 爸妈脸上愁云遍布, 还沉浸在刚刚压抑的情绪中, 不能自拔。 这可咋办呢? 我们家小玉的一辈子, 可不能这么毁了呀, 我妈一边抹着泪, 一边乌叶倒。 我爸叹了口气, 这样吧, 咱俩离婚, 你带着小玉回娘家躲起来。 我留下来想别的办法, 我妈急了, 那怎么行? 村长还不得把你吃了, 确定将晚他们都已走远后。 我笑着安慰爸妈, 爸, 妈, 我们谁都不用走, 也谁都不用捐身。 我自有办法, 说完, 我便把班主任的话 和我接下来的计划 如数告诉了他们。 这一周时间, 其实不是备考的时间, 而是趁将晚还没发现的时候, 我和律师用来取证的时间。 现在答应他们, 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把他们送上法庭。 得知真相之后, 爸妈这才放下心来。 第二天一早, 我刚要出门, 就被隔壁王沈拦了下来。 小玉,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这么早出门干啥? 书包还装得鼓鼓囊囊的, 说实话, 王沈还从来没有 对我这么热情过。 她一向重男轻女, 并且对我爸妈 领养我一个女孩, 没有生自己的儿子的事情, 嗤之以鼻。 不知道多少次背后 吐槽我爸妈, 说他们傻, 为了养一个赔钱货 而断了自家的香火, 连带着 对我也没有好脸色看。 她今天这个反应, 当然不可能是关心我, 她只是怕我跑路罢了。 因为她有俩孙子, 目前都在伊牙学语阶段, 如果江婉娟的小学 真的能顺利建成, 那等她的两个孙子 长到六岁, 刚好能去村里的小学读书。 如果我跑了, 那她的俩宝贝孙子 就只能去镇上上小学了, 她自然是舍不得。 我的内心嗤之以鼻, 脸上却没表现出来 一丝一毫。 只说道, 王沈, 我要去老师家里补习, 这不是快期末了吗? 我想考一个好成绩回来。 诺, 您看, 我这包里全是书, 一边说, 我还一边把书包打开, 跟它展示里面 满满当当的书。 见到里面只有书, 而没有衣物, 钱财之类的行李, 王沈的脸色 肉眼可见地放松了下来。 行, 那你去吧, 真是个好孩子。 这时候都不忘学习, 嘴上这么说, 脸上却是一副 看傻子的表情, 眼里是难掩的不屑于鄙夷。 我没与她计较, 笑着应了声就离开了。 到了班主任家里之后, 我见到了班主任 帮我请的法律援助律师。 他说他姓张, 已经通过班主任 了解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他这次来, 就是为了帮我主持公道的。 接下来的这几天, 他陪着我到处走访取证。 取证之路出奇地顺利。 我原来家庭的那些亲戚们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关于江碗和我的事情都说了个干净, 还答应我们如果到时候需要他们出庭, 他们第一个为我作证。 他们倒也不图别的, 只图一口气罢了。 当初我亲生父母去世的时候, 他们曾经都抢着要收养我。 但当知道家里的所有财产都在江碗手里, 而江碗却一分钱都不愿意分给我之后, 他们又都不愿意了。 他们纷纷谴责江碗自私, 没人性。 江碗向来不是个愿意吃亏的主, 毫不留情地骂了回去, 我不养他是自私, 那你们想吃绝户难道不是自私了? 一个个的屁股后面绑扫把, 在我这儿装什么大尾巴狼。 我告诉你们, 你们要养他就养, 反正我这儿一分钱没有, 见没一个人说话, 江碗转头就把我给卖了。 走之前, 他还撂下一句话。 一群假人假意的狗东西, 被江碗这么一痛痛骂, 这些亲戚的心力都对江碗恨之入骨。 如今知道我打算告江碗的事情, 自然就不约而同地站我这边, 想着到时候在江碗面前狠狠地出一口气。 我对每个亲戚都是千恩万谢, 沈子、叔叔、舅舅,谢谢您, 你们对我简直太好了, 我爸妈在天之灵, 一定也会感念你们的恩情的。 江碗当年简直是太过分了, 明明他独吞了所有财产, 有抚养我的义务的人也只有他。 他倒好, 不但不养我, 还把属于自己的责任推托给你们, 简直是太可恶了。 你们放心, 我一定让他得到应有的代价, 为当初自己的错误而后悔。 我这番话, 无疑是给了他们极大的宽慰。 他们本来就因为当初没有收养, 我而有些惭愧, 如今我不但不怪他们, 还把问题都怪到了江碗头上, 自然深得他们的心意。 他们自然更加坚定地站到了我这一边, 又去了当地的银行, 房产局等地搜集到了江碗, 独占了两套房产和所有遗产的证据, 江碗卖了我并收钱的证据之后, 我们就直接去法院发起了诉讼。 做完这些事情, 刚好花了一周时间, 怕我回家之后被江碗他们欺负, 班主任和张律师一起送我回来的。 我到家的时候, 江碗他们已经在村口等着了, 村里几乎所有人都在, 一个个的都站在一边, 似乎是在看热闹。 一见到我, 陆琛就宁笑着向我走来, 走吧, 去医院给婉婉捐肾, 说完, 就拉着我往他的车上拽。 我一把把他甩开了, 捐什么肾? 凭什么, 陆琛冷笑一声, 难不成你还想反悔。 你知道, 你反悔的话, 你爸妈会面临什么后果吗? 话里的威胁意味十足。 可我不但不害怕, 反而笑了, 有什么后果? 被你一个月三千的工资砸死, 还是被你的那些催债的吓死啊。 陆老赖, 别装着装着自己都信了, 一下子被戳穿了自己精心建立的人设, 陆琛的脸刷得一下就红了。 他又仰手想打我, 你个小贱人说什么呢? 跟上次一样, 又被我班主任拦了下来。 跟上次不一样的是, 班主任这回打了回去, 他的一声在陆琛脸上留下了一个巴掌印。 你再敢动手试试, 陆琛被打怕了, 又不敢还手, 只狠狠地弯了我一眼。 我躲到班主任身后继续吐槽, 你一个月工资三千, 在北京市底层水平, 但你酷爱买奢侈品, 攒了一堆外债。 一所希望小学需要五十万, 你真的能拿出这笔钱吗? 还是说, 你要先骗我去医院捐了肾, 然后你们俩直接跑路。 想把我跟乡亲们当吼耍, 关于陆琛跟江婉的个人信息, 我原来的那些亲戚们都知道的门清, 全部告诉了我。 陆琛压根不是什么有钱人, 只不过是一个没本事的软饭男而已。 陆琛继续狡辩, 我是没钱, 但完完有啊。 他继承了你父母的两套房产呢, 有两套房, 怎么可能拿不出钱来? 我冷笑, 他每次透析都需要几百块, 换肾手术更是需要二三十万。 再加上你们之前的挥霍, 恐怕那两套房的钱 已经所剩无几了吧。 你们真的能额外拿出五十万吗? 要不你们先证明一下自己的财力, 先把学校建起来再说。 不然,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们? 这钱, 江婉当然拿不出来。 江婉戚戚爱爱地说, 我, 我当然有钱, 只是都买了股票, 需要一段时间周转。 等你跟我做完了手术, 我自然会取出来兑现承诺。 说完, 暗暗给了村长一个眼神, 意思是让他出来解围。 村长会议, 站出来替他解释, 对, 我作证, 将姑娘有足够的资产 帮我们建学校。 大家不要听信沈玉的一面之词, 看着村长这副人母狗样的样子。 我笑了, 村长, 你儿子的六万财里 有将晚的功劳吧。 收受贿赂, 以权谋私是犯法的。 你猜, 你这种行为能判多少年, 听完我的话。 村长立马捏巴了, 他指着我骂道,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我已经给镇长写了举报信, 究竟是我血口喷人, 还是你执法犯法? 等调查组到了, 就真相大白了, 村长的脸煞时间变得煞白。 村民们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再纯也明白了过来。 关于将晚出资建学校的事情, 都是假的, 只不过是为了逼我捐肾 而编织的一个谎言罢了。 他们只不过是被将晚和村长 利用的棋子罢了, 将晚和村长自始至终 都没有想过 真的为他们建什么学校。 得知事情的真相, 王沈第一个哭了出来, 哎哟, 那我俩大孙子该咋办哟? 小小年纪要走那么危险的路去上学, 万一真出了什么事, 那我以后可怎么活呀? 其他一些有孩子的家长, 脸上也都是愁容, 都在担忧自己孩子上学的事。 健壮, 班主任适时宣布了一件事, 关于孩子上学的事情, 大家别担心。 我已经向教育局提出了申请, 教育局的领导很失重视, 相信不久村里的小学就能建起来, 大家再也不用担心孩子上学路上有危险了, 话音刚落, 人群中就发出了一阵欢呼声。 村民们纷纷感谢起了班主任, 夸他是个大好人。 班主任却摇了摇头, 指了指我, 要想感谢的话。 你们还是谢谢小玉吧, 如果不是她告诉我这件事, 我也不会帮这个忙, 听班主任说完。 村民们的脸上又是惭愧, 又是感激, 纷纷开始夸赞我。 王沈更是第一个握住了我的手。 他恭维道, 小玉, 好孩子, 你这次真是帮了我们全村人的大忙了。 我替你俩大侄子谢谢你, 我有些不太适应他这种表达谢意的方式, 不好意思地挣脱了他的手, 然后尴尬地笑了笑。 应该的, 王沈, 眼角的余光, 看到了角落的一丝怨毒的目光。 我抬起了头, 正好撞上了江碗恶毒的眼神。 他瞪着我, 骂道, 沈玉, 你别太得意, 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 他似乎深知, 只有千日做贼, 没有千日防贼的道理。 只要他源源不断地为我挖坑, 那总有一天, 我会陷入他的圈套, 让他的阴谋得逞, 可他不知道, 他已经没有挖坑的机会了。 我轻蔑一笑, 好啊, 那你去监狱里, 想办法对付我吧。 你猜, 遗弃罪家, 拐卖儿童罪需要判多少年呢? 你还有命活到出狱的时候吗? 江碗吓懵逼了。 他冲我吼道, 你居然敢告我, 我可是你亲姐姐, 你把我告了对得起咱爸咱妈吗? 他一边吼, 一边还想冲我冲过来。 这一次, 被村民们制止了。 身强力壮的大哥大叔们, 一把就将江碗推了个屁股蹲, 然后在陆铲冲上来的时候, 又把陆铲推了个屁股蹲。 他们夫妻二人, 摔了个整整齐齐。 村民们警告他们, 再赶来我们村找小玉的麻烦, 休怪我们不客气。 现在, 立马滚出我们村, 江碗和陆铲 再也没敢说一句话, 屁滚尿流地滚了。 江碗再次联系我, 是在他收到法院的传票之后。 电话里, 他的声音特别虚弱, 妹妹, 你能不能取消诉讼? 我现在一周要做好几次透析, 身体状况恶化了不少。 看在死去爸妈的面上, 你饶我一条活路行吗? 都这个时候了, 他还想着道德绑架我。 他甚至不愿意给我一点点好处。 我当然是不答应的, 我放你一条生路, 你当初有想过给我留生路吗? 江碗,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 你与其花时间劝我撤诉, 不如赶紧给自己请个律师, 争取少判点刑。 说完, 我就挂了他的电话。 江碗的病其实不致命, 就算一直透析, 也能活下去, 并不是非得换肾才行。 但他为了过正常人的生活, 非逼着我去给他捐肾, 榨取我身上的最后一丝价值。 所以落到现在的下场是他自找的。 后来有一天, 村民们在村口抓了两个鬼鬼祟祟的人。 他们一直偷偷朝着村里的女孩们张望, 被村民们直接扭送了派出所。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这两人居然是人贩子, 而且他俩直接就把是江碗和陆称二人供出来了。 说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替江碗他们把我掳走。 这样的话, 一来可以让我闭嘴, 让江碗免于牢狱之灾。 二来可以拿走我的肾, 让自己重回健康。 可惜他千算万算, 却没算到自己请的这两人是草包, 人没抓着, 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这下好了, 江碗的好日子到头了。 不久后, 法院开庭了。 法庭上, 江碗终于崩溃了, 我想活命有什么错。 爸妈当初怀他的时候都说了, 生他就是为了让我有个玩伴, 那我娶他的慎理所应当。 再说了, 沈玉出生时没经过我同意, 凭什么爸妈死了我就要养他。 不养还犯法。 我当时也是个孩子, 凭什么给我定罪, 凭什么? 凭法律, 凭公理。 他这番话, 真正可谓愚蠢至极, 自私至极。 他当十八岁是孩子, 那我四岁就不是孩子了。 就算是父母都无权剥夺孩子的器官, 他一个弃养妹妹的姐姐, 又有什么资格? 其实, 仔细想想, 如果他当初在父母去世后, 他把我养大, 供我吃穿的话, 我未必不会捐胜给他。 他得到如今的下场, 也是自作自受。 最终, 江碗因为拐卖儿童罪, 遗弃罪, 恕罪并罚, 被判了十年。 陆琛因为拐卖儿童未遂, 被判了两年。 听到判决结果后, 陆琛终于慌了。 他急切地为自己求情, 说自己干的所有事情, 都是江碗指使的, 自己是被胁迫的。 但, 除了得到了江碗的白眼之外, 毫无鸟用。 后来, 村里的小学拔地而起。 周围的几个村子里的小孩, 都来到了这里读书, 再也不用走很远的路程, 去镇上的小学了。 村民们都说我爸妈 交出了个好孩子, 我爸妈走到哪脸上都有光。 而我, 用功读书, 勤奋努力, 在班主任老师的教导下, 成功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 后来又考上了重点大学。 当初那个两次被遗弃的小女孩, 终于长成了自己理想中的样子。 为何大概是幻想的小学拔地, 还是幻想大学那种小学拔地。